小默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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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默 延續上一期的影片 含肉開箱,休耕晾乾傷口 然後水又發耕 耐心的等待了兩星期 這一期影片 要來看看發耕成果喔 比較可惜的是 這兩周的天氣突然又變回夏天 白天溫度都有30度以上 如果可以涼爽一點 對發耕會更有利 對 我們來看看 請先點小默的天氣 我們來看看 那些螢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配土 通常颗粒土都会占60%到70% 再加入适量的杀菌剂 还有生根粉 以及碳化稻穀 再搅拌均匀备用 现在正值秋冬的生长季节 我会在盆土里加入少量的水溶性有机颗粒肥 肥效大约三个月 之前看了直升前辈的影片 打算学习它的方法 在靠近根部的位置额外补充一点泥炭土 清根性以及抓力都会比硬直颗粒土友善 我还会在盆土撒上适量的防虫药品 做预防性投药 可以先把铺面石放置上去 如果已经有根 可以挖一个小洞 然后再把肉肉瞄准中央 温柔的把它安置好 可以轻拍盆壁 让戒指和植株的根莖部位紧密贴合 再用道具稍加整理 就OK啰 因为这次买了几款的雨滴 接下来就一边上盆 一边来说说雨滴系列的相关养护资讯 雨滴系列是锦天科米石连鼠的多肉植物 叶片肥厚 是粉彩联系的经典杂交品种之一 叶片有油状的吐起 是它的特色 光照充足时 叶圆容易变红 一般来说 以端正的叶片 和珠圆郁润的源流 比较受到喜爱 雨滴系列养护到一定的年纪 就会长出流 每到冬天的气候就会更美 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雨滴品种 要在有明显日夜温差的冬末 到春天之间会更加极致 雨滴系列是可以入养的 而且适度淋雨也没有关系 算是不难照顾的品种 主要生长期在春秋两季 夏天休眠不会太明显 度夏时要给予适当遮阳 以免晒伤哦 另外频繁浇水可能会摊大饼和土壤 想要养的圆圆胖胖短短 就要注意水分的提供 尽量做到干透焦透 接下来要上盆的是我很喜欢的彩虹雨滴 从外形和颜色推断 应该是西彩虹和雨滴的杂交品种 说到西彩虹是纽伦堡珍珠井的一种形态 它的抗病性比较差 再加上井斑变异 以及台湾高湿高温的气候 对西彩虹比较不友善 可以说是出了名的男养 其实我刚入坑时养过西彩虹 都还没培养出感情 它就升天了 希望这次买来的彩虹雨滴 能够承袭雨滴比较好照顾的基因 顺利长大 接下来要上盆的是桃花园 又叫旋转木马 是属于中小型多肉品种 枕珠配有一层比较薄的白霜 平常夜色是灰绿色 在光照充足而且温差比较大的环境下 会变成红色或深红色 桃花园基本上是可以入养的 算是比较好照顾的品种 平时只要注意通风 生长季节水分保持干透焦透 给予充足的光照 就可以把它养成健康宝宝哦 不过在度夏时要特别留意 因为它的白霜比较薄 要适度的遮阳以免晒伤 把它们一一入住新家之后 就要来浇水啰 今天要给他们喝的水是农用维生素B群 自从之前肉肉们药伤以后就开始使用 植株如果有修根或移植 可以加水稀释后浇灌 据说能够帮助植物恢复活力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养护喜好 单纯分享 最后来看看上盆之后的近况 这就是你的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这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